什么?HashP开放法币交易比特币? 以太坊和USDT初期指面向Pi投资者开放的消息。 另外,很多人在抱怨项目方为什么不快点映射。 但你想想看,假设说如果所有Pi有都在同一天映射Pi币并将Pi币锁仓三年, 那么在三年后,所有锁仓的Pi币将被释放并进入市场。 如果这个时候的市场需求不足以吸收这些大量的Pi币, Pi币的价格可能就会大跌。 然后,PiNetwork目前是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 大家好,我叫小萱。 这期影片,小萱我为大家整理了五个Pi币新资讯, 让大家知道近期Pi币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消息。 那影片和往常一样,影片里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并不代表官方立场。 在影片开始之前,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在经历过19天, Pi项目方终于在前天,4月18日, 由主网创建钱包地址GABT开始进行主网钱包的创建, 而在创建一小时53分钟后就停止了创建。 那么,在经过14小时又58分后, GBQQ支付了5000万颗Pi到GABT。 然后,在昨天4月19日, Pi项目方又开始进行主网钱包创建。 目前已经创建主网钱包数量是236万8806个, 然后已经映射的Pi币大约是在17.3亿, 然后总所仓量大约是在12.7亿, 这个数量占了已经映射Pi币的73.5%。 另外,总流通量大约是4.6亿, 那这个数量占了已经映射Pi币的26.5%。 那么,对于那些在等着映射Pi币的Pi友, 小萱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说。 首先,让更多的人映射Pi币可能会增加Pi社区的规模和活跃度, 这是对Pi项目和Pi币发展的积极影响。 但是,假设说如果所有Pi友都在同一天映射Pi币并将Pi币锁仓三年, 那么在三年后,所有锁仓的Pi币将被释放并进入市场, 这将使市场流通的Pi币增加, 可能对Pi币的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的市场需求不足以吸收这些大量的Pi币, Pi币的价格可能会下跌。 当然,这取决于未来三年内Pi项目的发展情况。 Pi币的市场需求以及其他因素。 因此,Pi项目方需要考虑到这种情况, 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平衡供需, 以避免Pi币价格的大幅波动。 虽然说很多人在抱怨项目方为什么不快点映射, 但如果你真正了解市场的话, 那么您可能就会认同项目方的做法了。 因为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稳定Pi币的价格。 难道他们建设四年的项目想要它失败,不对吗? 还有最希望Pi Network成功的并不是我们, 而是Pi核心团队,您说呢? 而且,小萱我认为项目方推迟映射Pi币可能有多种原因。 例如,需要更多时间测试系统, 完善功能或加强安全措施等等。 还有就是,之前映射Pi币也有怕有操作失误导致映射错Pi钱包。 虽然这可能还是会让一些人感到失望或不满, 但如果这样做有助于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那么这种做法可能会对项目的长期发展和用户的利益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个消息更新,Pi Network目前是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 Pi Network核心团队成员CryptoGene回答有关怕去中心化的问题。 他说我们,Pi Network有一个分布式的节点网络架构, 但目前在封闭式主网期间还不是, 因为当前仍只有Pi项目方的节点, 但开放式主网后就会开放。 这段话讲的是区块链网络的去中心化特点, 其中分布式网络节点指的是支持该网络的多个节点。 这些节点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互相连接来支持网络的运行。 而封闭的主网则表示只有Pi核心团队的节点可以支持该网络, 而不是分布式节点。 最后,开放的主网则表示将会有更多的节点可以支持该网络, 从而使得该网络更加去中心化。 那么我们都知道目前Pi Network处在于封闭式主网阶段。 关于Pi项目方为什么要封闭主网, 原因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了。 那小萱我前天发布了一部关于封闭主网的五个主要优势, 然后Pi Network现在开放主网的话会发生的三件事, 如果还没看的兄弟姐妹们可以去支持一下哦。 那么在这个影片里我有提到封闭主网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培育新手,因为目前Pi Network封闭式主网。 小萱我已经看到有人操作失误或者转错账, 甚至忘记了Pi币钱包的密码。 由于加密货币的本质失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性, 一旦出现操作失误,可能就会永久失去资产。 但由于Pi Network目前还处于中心化状态, 因此,Pi核心团队可以在必要时进行干预和支持。 所以,封闭主网其实对一些刚踏入币圈的人来说是一种保护, 因为可以让新手可以逐步提高自己的加密货币知识和技能, 积累更多的经验和信心, 从而更好地适应加密货币市场的变化和挑战。 这样一来,即使在开放式主网的阶段, 新手也会更有自信和能力去应对各种情况, 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资产和利益。 第三个消息更新,活跃节点突破10万。 虽然说封闭主网阶段只有Pi核心团队的节点支持Pi网络, 但大家还是很乐意去搭建节点。 甚至这几天Pi测试网络中的活跃节点已经突破10万关卡, 就是说有10万个Pi有搭建的节点是活跃的。 那么,有这么多人愿意搭建节点? 小萱我相信这是因为搭建节点的Pi有非常看好Pi币, 所以想要通过搭建Pi节点挖矿到更多的Pi币。 此外,也为Pi Network的发展做出贡献, 因为参与Pi节点的操作还有助于保护网络安全和去中心化特性, 从而提高Pi Network的价值和可靠性。 那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Pi节点的信息, 或者想要搭建Pi节点挖更多Pi币, 可以参考这部影片哟。 OK,那接下来,小萱我想辟谣两个假消息或谣言, 和大家分享这两个假消息是因为这些假消息都是让Pi圈黑掉的原因, 而就是因为有人在外面发放未经证实的消息, 这种未经证实的消息就让早期加入的Pi有在当时就退出了。 所以,小萱我认为大家是有必要知道这些假消息的。 第四个消息更新, PLHP开放法币交易比特币等纸面向怕投资者开放的消息, 最近出现了一些虚假消息, 其中一条消息就是关于HP开放法币交易比特币, 以太坊和USDT初期纸面向怕投资者开放的消息。 然而,这个消息是完全虚假的。 HP Pro没有宣布任何关于紧面向怕投资者开放的消息, 而且这个Pi是Professional Investor专业投资人的英文缩写, 跟Pi Network没有任何的关系。 虚假消息和诈骗在加密货币市场中很常见, 而Pi作为一个新兴的加密货币项目, 更是成为了一些骗子的钓鱼目标。 因此,我们大家需要更加警惕, 以防止自己被这些骗子所骗。 当您听到任何一个在网络上的消息时, 就算是小轩我说的, 您都应该始终保持警惕, 仔细核实消息来源和真实性, 比如查看官方网站或者像其他可靠来源咨询 以确认消息真实性。 第五个消息更新, PL手续费降低至0.0001的消息。 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一些人又将2022月7月7日, Pi创办人尼古拉斯博士在Pi聊天室内提到的 Pi手续费概念给拿出来炒作, 让大家误以为手续费要调整了。 而小轩我当时看到这样的消息还以为是真的, 但网络上有很多虚假的消息, 所以我每次看到任何消息都会去查证消息的真假。 结果,我看到Pi币的手续费还是0.01没有变化。 而且,一位帕先锋也在开发者群里问帕核心团队。 然后,帕核心团队的成员之一CryptoGene出来辟谣, 目前并没有任何更改手续费的计划。 OK,那么关于帕的手续费0.01会不会太高? 米古拉斯回复随着时间及依照需要。 比如说,帕币的价格上涨时, 它们可能会下降这个手续费用, 例如改成0.001或是0.0001。 在某些时候,帕可以用更小的单位面额。 例如,mue或是微米,就是值百万分之一帕。 帕区块链可以支援到0.1微派,就是千万分之一派。 小轩我看回这个信息,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竟然有人拿离谱的1帕314159美金, 去问尼古拉斯博士这个问题。 而尼古拉斯博士还认真回答。 OK,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 朋友们,一起继续坚持下去哟。 我是小轩,谢谢大家的支持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